大家好,我叫伊莉娜,我是俄罗斯人。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看起来的样子像一个很严格的老师。 很多人问我,桌子是阴性的还是男性的? 就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今天我要试试看说明, 这么分阴性、阳性或者是中性。 为了说明这个部分, 我们要很快地复习一下俄语字幕。 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介绍俄文字母? 如果没有,我在这边会留一个连结。 这边我们也现在很快地复习一下。 所以如果你们看图片, 蓝色的就是复印字母, 红色的就是圆印字母。 请看一看黑色的, 这个就是软印符号。 那另外一个黑色的就是印印符号。 知道这个资料的时候, 现在我们就可以继续。 我们从比较简单的开始, 就是中性。 如果字, 最后一个字母就是野, 比如说, 太阳, 或者是 建筑物, 这个是中性。 如果, 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哦, 比如说, 鸭, 苹果, 有错, 淡, 这都是中性。 所以, 野跟欧代表中性。 在这边只有一个字要记得, 就是 VREMA。 VREMA就是时间的意思。 这边最后一个字母是 呀, 所以这个只有背下来而已。 现在介绍一下阴性。 如果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啊, 比如说, 女孩, 女孩, книга, 书, рыба, 鱼, 那这是隐形。 如果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呀, 比如说, 鸭, 樱桃, 林叶, 线条, 莉莉, 白荷, 这也是隐形。 如果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软音符号, 比如说, 字幕, 笔记本, 床, 床, 妈妈, 爱情, 这也是隐形的。 现在我真的想要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但因为这是一个视频, 我就继续。 如果真的有问题, 请在下面留言。 好吧,我们继续。 现在介绍阳性。 如果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符音字母, 这代表这是阳性。 比如说, стол, 桌子, глаз, 眼睛, дом, 房子, мяч, 手, мальчик, 南海。 但是, 这边也要记得这些字。 家家, 婆婆,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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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祖父, 母亲, 男人, 幼儿子, 青年人。 这些字都是阳性的, 这都要背下来而已。 为什么是阳性的? 因为跟男人有关的。 也要背下来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有的阳性的字, 但是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软音符号。 比如说, 鸿, 这是马, 但是男的。 然后大家都应该知道 鸭就是马, 但是女的。 然后, 火也是阳性的。 字典也是阳性的。 天, 天, 阳性的。 dost, 雨, 阳性的。 shampooing, 洗发剂, 也是阳性的。 请问, 你们到现在有什么问题? 真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会看看, 而且回答帮忙这些问题。 现在, 我有一个意见, 我们来练习吧, 好不好? 比如说, 我说出来一个字, 然后你们猜猜, 这是阳性, 阴性, 或者是中性。 好吧, 我们就开始练习。 第一个字, 早上, 第二个字, 晚上的意思。 第三个, 夜里。 下一个, осень, 秋天, 第五个, зима, 冬天, 下一个, 夏天, 下一个, весна, весна, 春天, 好吧, 第八个, река, 河, 第九个, 椅子, 椅子, 第十个, 桌子, 下一个, 老婆, 下一个, 护士尼, 沙漠, 最后一个, 和, варение, 国酱。 请大家看一看最后一个字母, 然后猜猜, 这是阳性的, 阴性的, 或者是中性的。 我以后会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请问这个影片有没有帮助? 如果有, 请给我一个赞。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就在下个视频见, 拜拜!